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又回到熱鬧的地方了 我們來到了倉夫 然後呢 我們要去美觀地區 趁車價的時候趕快去看看那邊的景色 它真的很酷 它寫了兩個美觀地區 一個告訴你說可以從那個倉夫中央通 然後一個告訴你可以從商店街 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倉夫站 是不是超大的 右邊這一條應該就是倉夫中央通 然後前面這一條應該就是商店街 我剛看的地圖好像沒有一樣近耶 從中央通這一走 是最直的 如果從商店街要繞一下 那因為我要趁天亮 所以我想說我先過去 然後回來我再從商店街回車站好了 聰明的我 從大馬路這樣子轉進來 突然換了一個世界 好像穿越了 哇 這裡就是這種 這種小愛房 傳統的矮房的感覺 等一下再慢慢逛 等一下再慢慢逛 我要先去看那個美觀地區最美觀的地方 蛤 到底在講什麼 出現了這條河 就是這條河 有一隻超大的天鵝欸 超大的天鵝欸 它游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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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消失了 超美的 有一種去小樽的感覺 天啊 太舒服了吧 然後旁邊都是這種房子 喔喔喔 這個古色古香的 真的很美觀欸 我笑話要講幾次 我可以在這邊拍一萬段影片吧 我覺得 太美了 這跟小樽完全不一樣的感覺是 小樽它的兩邊其實是沒什麼商店的 就是人住足在這個水邊的時間不會太長 但是這邊就是你隨時就可以在這邊坐下 然後手上拿個糰子冰淇淋 點心果子 就是一個小野餐 很多人都這樣 整個就是超級愜意 我的天 這邊 就是我真的覺得我不用多做介紹 看畫面就知道這邊有多舒服 然後倉扶這邊還有很多牛仔相關的店 因為這邊其實就是很會做牛仔 到底在講什麼 喔 找到了 來 來來來來 倉扶禮物 排隊排隊 就是要排隊 就是這個藍色的肉包 你看這邊有個小山 這個超可愛 中文倒是寫的很大 然後他還在冒煙 然後他還在冒煙 可愛 我拿到了 但是現在太燙了 我去找個地方坐著吃 現在要來吃吃看這個傳說中的藍色的肉包 藍色真的會是降低食慾的顏色 這是一個肉包吧 但是它有一點很可貴的是 它中間不是一顆完整的肉 就它不是會掉出來的 它裡面的肉是比較鬆散的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喜歡吃這種鬆散多汁的肉餡的話 我覺得可以 然後它是高麗菜豬肉口味 甜甜的 蠻好吃的 但是就是便利商店也吃到一樣的味道 然後這邊就是商店街 我的天真的是非常的冷清 是因為今天是一個很休息的日子嗎 我以為連假大家會開爆 我剛經過一間咖啡廳 然後那間咖啡廳的門口有一隻小貓 我覺得很可愛 我就蹲在那邊想要幫牠拍照 然後那個阿嬤就發現我在拍貓咪 然後牠就跟我講日文 然後我就說 抱歉 日本語 日本語 跟牠說我不會講日文 牠就問我說你是哪裡來的 我說我是台灣人 牠就說喔我們這邊有三個打工的都是台灣人 然後牠說牠們全部都是好孩子 就是好可愛的阿嬤 我就看那個貓咪嘛 牠就特地把那隻貓咪帶過來給我拍 就拍屁屁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愛喔 然後裡面是牠女兒 然後牠還跟我說 牠女兒很大 年紀很大的 很長的 我說喔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其實我講這整段的重點是就是旅途中 就是會遇到一些很可愛的人啦 就是心裡暖暖的 今天的天氣比較陰喔 感覺好像中午會下個雨 但是因為今天可以待在岡山區 應該不怕 我現在在搭這個岡山路面電車 酷吧 我們現在要去鋼店博物館 我們去那邊不是因為我們對電車有什麼特別的感情 而是那邊有貓 鋼店的路上電車有超多圖案的人 應該像這個也是貓咪 但我要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其實鋼山這邊有一個TAMA DENCIA 就是小玉電車 小玉就是和歌山那個很有名的車長 但是他在幾年前過世了 然後和歌山那邊有一個小玉二代 然後也有一個小玉四代 然後也有一個小玉四代 那為什麼鋼山這邊也有呢 因為鋼店他們是同一個公司的 這邊剛好就也收留了一些三花貓 一番選拔後 選了一個最不怕人類最親人的 然後他就叫做三玉三玉 聽說他就是會在這邊 重點是 其實這邊本來是有一個小玉電車的 就是整個車子都包裝成貓咪的感覺 就是上面超多隻小玉的插圖 非常的可愛 然後車子還有貓耳朵 重點是那個下車鈴還是貓叫聲 欸說到這邊 那邊有那個黑色限定版 你看看喔 黑色的限定版 這個是復古車喔 也是要抓時間大的 這個算是稀有款 如果你隨機遇到的話 可以拍一下 但是我在網路上怎麼找 都找不到他的時刻表 就是以前有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剛剛我就去問他們工作人員 然後他們工作人員就說 喔 今天不行時 明天可能也不行時 問他什麼時候有 嗯 不知道 嗯 變成一個超級隨機的啦 怎麼辦 那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沒有搭到啦 如果之後有機會 來搭這個鋼店路面電車的話 如果你可以搭到小玉電車的話 我真的是算你幸運好不好 祝福你們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找找看 能不能遇到三他媽本人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鋼店博物館 裡面也有一個館員 叫 Miu醬 他也是這邊的社員 鋼山這邊超多貓咪要工作的 他看起來超不像是一個大門耶 啊 啊 Miu醬 結果Miu醬 你就在這 你就直接在這 那我幹嘛買票 蛤? 你看他是館員 他的身上有一張館員 的識別鎮 好好笑喔 他有點胸包 他想摸摸他喔 其實他關在這裡有點可憐 給你們看他關的 哎呦 妳好妳不可憐 妳在工作 對不對這樣 這就是他的家 雖然今天衣服在上看嘛 但是這邊其實有很多他的桌邊看滿 但是這邊其實有很多他的桌邊看滿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讓我覺得 有黃阿瑪的感覺 他們的電車就是長這樣 有沒有 如果搭到那個電車他就是長這樣 好可愛喔 欸 但是有賣漢下車鈴欸 欸 但是有賣漢下車鈴欸 欸 但是有賣漢下車鈴欸 欸 有聲音嗎 欸 這邊有 欸 這邊有 欸 它沒電了是不是 欸 它沒電了是不是 這是一代 這是二代 這是二代 這邊是要上班的一些動物 這個就是在美術館上班的黑貓 這個就是在美術館上班的黑貓 我們等一下有空進去好了 這邊是一個MOMO硬化館 可以在裡面看一些動畫 怎麼說呢? 大失望吧 第一個就是沒有搭到那個Tama電車嘛 然後網路上其實也沒什麼資訊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現在已經沒有在營運了 希望有人可以幫我更新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沒有看到Santama本人 欸 我後來想到有Santama 應該是第三支的意思 應該是Sang 裡面的周邊上面就是Tama最多嘛 然後再來二玉 Nitama也很多 然後再來我還有看到 Yongtama就是四玉 但是Santama一個周邊都沒有 所以我就直接什麼都沒買 我就出來了 Santama這麼不紅喔 再來就是看到Miyu講被關在那個地方 其實有一點 就覺得啊不看還好 看了好像反而覺得沒有這麼有朝氣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關在那邊 然後他還不會走來走去 如果他今天放他在館內走來走去呢 我覺得可能他這個生機蓬勃一點 我會看起來比較開心 那我來到這一站就是 算是底站 離岡山站其實蠻遠的 但是我來這邊是為了還要再吃一間 在廣東山看到非常想吃的環子店 最好不要連這個都不給我吃到喔 現在趕快去看看 路過這個地方覺得好可愛喔 這邊的人回家都有自己一個橋要過 超可愛的這個地方 鏡頭的那個紅紅的就是我們剛剛待的Ogade Museum 然後呢我們就直接往這邊一直走 他就在我們右手邊的一個白色建築 就是這一棟白色的建築 我們要來吃這個 我早上都沒吃喔 就是為了要等這個 來囉 好可愛 天哪 肥肥大大的團子 天啊如果逃太狼是用這個收服動物的話 哽豹啊 致死 根水 真的是要給貞可愛死 好甜喔 而且呢各位捨不得吃喔 這是人可以吃的嘛 先吃吃看草莓 好甜喔 欸好酸喔 它這個下面的冰淇淋是可以自己選口味的 那因為我剛剛一時沒聽懂 我就直接跟他說草莓口味 來吃吃看這個冰淇淋啦 雖然那個來 但有冰淇淋就是要吃吧 吃完草莓之後吃冰淇淋就沒味道了 吃完草莓之後吃冰淇淋就沒味道了 來吃吃看這個苦力 苦力也太好吃了吧 苦力也太好吃了吧 吃一顆原味白玉 這個很可愛喔 有點溫溫的 口感超好 但本身只有糯米的香味跟很小 很小的甜味 我來加它的cream一起 口味的口感超好的 剛好很適中不會太Q 也不會太軟 又不會讓你覺得每顆要嚼很久很辛苦 他們還有煉乳耶 煉乳應該加草莓 我還要再加一點這個草莓醬 太幸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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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草莓醬跟草莓的冰淇淋 再吃完草莓之後都會消失 上面這個cream 真的太好吃了吧 這個 很療癒 又濃又香又甜 它這邊還有出手持的版本 那個手持的版本 拿著超可愛的 也比較便宜 它的IG上其實都有他們的菜單 如果你要來的話 你在來之前可以先去IG上看看 店裡加草莓真的好好吃喔 看到草莓 對 這本屆也在年齡 不知道會不會太難吃 這本店 你連身都買到了 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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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t 我剛剛就是搭這個的 超帥吧 超帥 但是坐起來很不舒服 吃完那個糰子超飽 因為全部都是糯米 我想說都吃飽了就來這個鋼三層看看 所以我剛剛就搭了那個黑色骷髏的那台車 來到了這個城下站 因為既然都來了 所以我們去找一下那個黑之助 要去那個夢二美術館 走路了11分鐘 但剛好也是要走去那個後樂園那附近 我可以經過後樂園的時候看看 今天又要走一堆路了啦 忘記跟大家說我昨天走了多少路啦 來看一下我昨天那裡走了多少路 昨天走了兩萬八 啊啊啊 真會走 這樣一路走過來就會到這個後樂園 也是岡山的知名景點 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大公園 巴士站也太多人了吧 但是就是非常殘厭的是 本來呢這個巴士也有一個黑之助專門的巴士 所以上面也是很多黑貓 可是它已經停止了 所以這次直接有兩個超特別的東西沒有搭到 一個就是小玉的電車 一個就是黑之助的巴士 但網路上看的那個圖片都超可愛的 算了但其實搭起來應該也是跟圖片上感覺一樣啦 嗯嗯嗯就這樣安慰自己吧 我們到了這個夢二鄉圖美術館 這邊就剛好有一隻黑貓耶 這是主角夢二它畫的黑貓 希望它在耶 結果今天要給我休息 就是這些貓咪擔任這些藥質能不能 稍微再給我認命一點 認命是什麼意思 再給我敬業一點啦 每個都不上班啦 今天本來預計要看到三隻貓的 結果只看到了一隻 然後那隻還給我就是給個三餅 我剛真的直接進去問他Kronosuke在不在 他跟我說不在 我直接出來 我直接氣到不進去了 票也不買 我直接閃人了 怎麼這樣我要去逛街了啦 煩欸 這個剛剛經過的岡山後樂園是要買票進去的 然後它裡面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像是台中公園 呵 中央公園的地方 但當然它還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所以就才會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管理 然後我們現在還是回岡山站的地下街逛一逛 因為其實我明天就回去了 來看看他們地下街 有什麼值得逛的可愛的東西 雖然沒有搭到他媽電車 但是我有搭到他媽巴士 但是它裡面長的就是非常的無聊普通 但是它的下車鈴也是 你他媽的 你他媽的 我在講什麼 它的下車鈴也是耳玉的 我們等一下按按看 我們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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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上也有耳朵 這一台就是他媽的巴士 可愛 掰掰 掰掰 我要趕快趁我相機有店的時候 速速來介紹一下這間露營用品店 超扯超大 幾乎什麼品牌的帳篷 所有日系品牌的帳篷都有 然後重點是這邊的燈也很齊全 我本來只是想說來逛逛 因為有看到這個在AON的五樓 好扯 我跟你講我剛剛看到一個小東西 我整個非常迷惑 你看這小東西 它真的是 有夠可愛的 它是一個手電筒 然後 然後就這樣 就像投一個 投一個燈這樣 然後你也沒辦法指示它 因為它太亮 那你可以把它調弱啦 沒有就是它 怎麼怎麼這麼可愛 怎麼出這種東西啦 然後這個也可以免稅 重點就是這個 重點我跟你講 這邊東西齊全到誇張 先不要講什麼鍋具啊 爐具什麼的 它就是 包含像是這個 契爾牌 我都叫它契爾牌 然後這邊的 焚火台 都超多 我真的只能簡單帶大家看 因為真的是太大啊這間 帳篷超齊全 然後前面這一區 也很扯 它搭了超多頂帳篷 這邊就是Snow Peak Ogawa區 然後這邊Snow Peak全系列 好扯喔 這邊連企鵝牌的帳篷天幕都有 然後這邊還有 這些超可愛的美妖暖爐 然後這邊 這是Ogawa的 也是全系列 超扯 然後這個比較 我好像比較少看到有人在用的牌子 Taras 你看這邊也都有 它有兩個路口 但反正你走到五樓就可以找到 它就是這個 Outdoor Stage 然後也可以免稅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沙發 我本來以為它只有雙人的 就原來它有單人的 好扯喔 可以直接用一個室外包廂 室外包廂是什麼意思 室外就沒有包啊 但總之就是這間 很扯 吃麥當勞 他們之前跟海賊王有出這個 炸雞漢堡 所以說剛好走累了 真的是走到腳斷了 我還什麼都還沒逛到 你看它外盒 這樣怎樣 然後打開 上面還有字 欸 吃吃看吧 看起來高麗菜絲超多 這個如果有在台灣 我覺得請來用紙包 它上面麵包超軟 整個就是 有一種 真麵包的感覺 喔這肉 它是用薑跟醬油醃過 喔 這個肉好鹹 這好難吃 這好難吃 我本來這趟是完全不打算拍轉蛋的 結果我看到這個 誰能忍啊 這個 這個 這這麼新 然後我剛剛就轉了三顆 我們來看一下我到底轉到什麼 第一顆轉到那個臉超臭的 你看它這樣做 超可愛的 然後第二顆轉到一隻黑的 它就是在抓癢 最後一個 竟然 不只沒有重複 而且還轉到我最想要的 超好笑的 而且你看它旁邊還拿一個金幣 然後它尾巴還放在前面 然後它尾巴還放在前面 好好笑喔 我今天 太爽了吧 我跟你講我自己一個超級愛逛街 但是很不會買東西的人 所以我今天就是一直瘋狂的泡在 唐杰赫的 Fake Camera Aion百貨公司 露營用品店 然後大創 各種莫名其妙的店 到處走 到處走 這邊走完來走另外一邊 再走一走看到想進去的店 再進去走一圈出來 我買的東西超級少 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方法 就是我是輕裝旅行 畢竟我是買到很便宜的聯航機票 所以我就沒有帶行李 我想說機票都這麼便宜了 我還買拖運 我就覺得就好像不需要 我這次就只帶了隨身的行李 那隨身的行李上限是10公斤 所以我就不能買超過這個重量的東西 加上我又有一些攝影器材跟我的筆電 而且我的口感變得非常的少 所以我這次只有買一點點東西 然後呢我已經逛到 你知道甚至我連吃飯都懶得吃 因為吃飯需要用到社交的能量 而且其實坐在店裡面 錄影啊還是什麼 又要有點設逼 但是我覺得我那個能量用完了 而且我逛完的時候已經7點半 這邊7點半幾乎就沒什麼東西了 所以我就想說我還是回來吃便利商店 但是明天我安排一個我看很久的店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開 我吃完之後就馬上要去搭飛機 希望可以如願的吃到 然後重點是 我有 Y1千 他在架上最後一罐 欸?被我打到 哼 等一下睡前來喝好了 哼 開心 喔今天我還遇到一個超奇怪的大叔 他跑來跟我搭訕 我坐在一個長凳上滑走 因為我腳痠了 他就坐下來然後開始跟我說 你要不要吃東西 我就說 Sorry I don't speak Japanese Sorry I don't know 日本語 Sorry Sorry 我就一直這樣講 然後他就還是一直在講日文 我手機剛好在滑別PO吃了的IG 他還指我的手機說要不要吃這個 我就說NO NO NO tomo daji wait 然後他才說啊啊啊啊 tomo daji wait 然後就走掉 然後後來我放在IG上大家才說 喔這其實超常見的 大部分日本女生都是直接走掉 嘖 大家記起來如果遇到這種奇怪的大叔 直接走掉就可以了 我覺得我要先吃飯 我現在好餓喔 這是昨天的泡麵 我還沒吃 這是一個蛋的 我看到玉子我就直接買 我也沒有花很多時間在思考要不要吃它 再來是一個明太子的飯糰 架上就只剩一個這個 還有紅薑飯糰 跟一個稻荷芥末的玉飯糰 我只有這個可以選 然後Y千 還有一個美味健康烏龍茶 然後跟一包 這看起來就超好吃的啊 洋芋片 不是這個叫什麼洋芋塊欸 我不知道我買鹽味的 如果好吃我再買別的口味試試看 好吃飯 這個是最後一個感覺就不好吃了 但飯糰 飯糰也可以有不好吃的 我覺得好吃 快看這個好酷 都是蛋欸 好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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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來吃吃看 它是細麵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粗麵 它吃起來好不像泡麵啊 它的麵還蠻彈的欸 而且你看它泡完之後 有一個狗狗的感覺 就是它的整個湯是狗狗的 應該是因為那個蛋的關係 就湯變得很有勾芡的感覺 它怎麼這樣 就只是把它弄成泥然後重塑吧 感覺硬 真的很硬 真的很硬 甜比鹹還多欸 好奇怪 然後吃到最後就是鹹 不如吃卡路比 這麼好吃 就是這個我最喜歡的日本布丁 好像其實Seven也買得到 但我大部分是在全家買 這個真的很好吃欸 推推 有沒有很 很濕滑的感覺 我跟你講入口即化 又有奶味 又有布丁味 口感又很順 而且重點是它這一個大小我覺得剛剛好 再大就會膩 它不等一下就是泡個澡洗個澡 然後就收拾行李 然後明天就要回台灣了 年見 要跟這個地方說掰掰了 欸我恢復的超好的欸 我基本上就是一個優良住客 我發現這邊最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我自己是算是住習慣Airbnb 所以就是它就算不打掃 我自己也會盡量維持它是可以住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是每一天都會把飯店弄得很亂 然後垃圾超多還會臭的話 你可能就不太適合住這間 然後它的鑰匙是傳統的那種插進去轉開的 所以它的門如果你沒有鎖的話 它就是一個虛掩著的 我覺得這間就是介於那種很新 但又有點舊的飯店 但我總體還是很推 我覺得以這個價格 然後這個大小 這個採光 然後這些設備 我覺得都是非常屌的 然後欸我要大家講一下這個枕頭 它看起來很小對不對 它不是飯店那種睡所以會消失的枕頭 它會一直維持著還不錯的挺度 就讓你睡下去 你知道頭不會馬上睡到底 所以可以 算是睡得還不錯 然後現在我們要去岡山吃我們最後一餐之後 就趕快去雞湯 GOGO 好 今天就要走了 每次到了這個時候就會覺得 時間過得真快 到了 就是這個 蛋包飯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間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來吃 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雙式蛋包飯 跟它的漢堡牌 所以我就想說兩個都吃 但是它的漢堡牌其實是有附飯的 然後我說我不用飯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Omerize的飯就很多了 它的價錢是這樣 它沒有中文的菜單 但是就是大家都是點上面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只營業一點點時間了耶 它從11點半營業到2點而已 它們就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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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番茄糊的那種甜甜的 番茄的味道不會很強烈 這就是小朋友最愛的口味 炒飯裡面有一些肉的墨是已經脆脆的 就增加了不少口感 太好吃了吧 這個咖啡色的醬是牛肉燉出來的 南味超重 因為它裡面的炒飯 本身就是番茄醬 所以它吃起來 就是都會有番茄的味道 這很好吃耶 肉汁... 然後肉味很溫和 然後肉味很溫和 吃到蠻多意式香料的味道 整個肉的肉汁很多 但是它不是屬於肥肉的那種感覺 它完全沒有那個油脂爆開的感覺 而是很溫和的 從裡面一直滲出肉汁 這好好吃喔 這怎麼那麼綿啊 它的肉已經沒到 吃不太到那種一顆一顆的油脂 它其實是很有肉汁的嘛 超神奇的 我吃超飽的 它那個飯超級紮實 然後裡面那個番茄醬超級多 所以整個吃到後面其實蠻膩的 這樣胃口很好的人來吃 那因為這是我的第一餐 我實在是吃不了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真的蠻好吃 重點它視覺上看起來也超可愛 然後它的雙醬其實都偏甜 尤其是紅醬 番茄紅醬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番茄糊的感覺 就是甜甜的酸酸的那種 我覺得比較酷的是那個牛肉醬汁 那個好像算是比較正統的 OVERLESS上面的那個淋醬 它的味道是屬於非常濃的牛油味 就是那個奶油味很重 吃到後面會有一點苦苦的 整體是也是那種醬香的感覺 但是那個醬其實不鹹 主要是飯在鹹 好啦 回車站吧 就是我們的桃太郎大人 這邊還有他的小故事是什麼意思 這故事是這樣的嗎 這故事看起來是這個地方盛產桃子 洗衣服的時候拿到一個很大的桃子 把這個桃子帶回家之後吃了 然後吃了之後就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然後兩個人就生了小孩叫做桃太郎 蛤? 所以這個是這個這個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故事嗎? 不是吧? 這個機場超級便利無敵小的 那邊就是底 然後 那邊就是底 然後這邊包含了國內線跟國際線 真是小小可愛 可能是我此生看過最小的吧 這個應該是這個機場最大的伴手禮店了 然後這個機場也沒有藥局 有一個像便利商店的地方 就是一個超級伴手禮 因為今天剛好這禮拜六 所以我就來貴賓室 看了一機之後 那影片 太會享受了吧 回家看到這段在用電腦的片段 我就想起這趟在鋼三連的Wi-Fi 全部都是沒有密碼的 但我一點都不怕被入境或是盜用 因為我有我們的好棚沙 Surfshark 在日本漫遊往往為了減省流量 會去連免費的Wi-Fi 舉凡機場飯店 Big Camera Don Quixote等等都會有 但這些地方的Wi-Fi 到底安不安全 我也不知道 這時候只要開啟Surfshark VPN 就可以建立起一個超級保護網 不單可以安全瀏覽網頁 跨區瀏覽地區現金內容 而且我一個帳號 就可以同時使用 手機平板筆電桌電的無上限的裝置 點擊說明欄與至你留言連結 並輸入我的折扣碼ANNIE 獲得17折超爆優惠 與三個月免費使用 這次在過海關的時候 他說這個100元以下的衣機 都要用這個袋子裝著 所以就要花30塊買一個袋子 然後把你身上的衣機裝進去 我坐在飛機的超級後面 我前後左都沒有人 我是不是可以把眼背倒下來去 太爽了吧 給你們看我到底在躲後面 我第一次坐這麼後面 外面竟然下雨了 我們就要走了 我剛才掰掰 我下次還會再來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個喜歡 小鈴鐺可以按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那邊在蘇寶 在蘇寶 叫做小鈴鐺 在蘇寶 上。 看起來 那邊 你還是沒什麼 我們可以跟你講 這讓我撲起來 好看 你怎麼可以MS常